它是即将沉入大海的国家 虽然是亚洲最小国 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拥挤的首都 不到两平方公里就住了二十多万人 虽然陆地面积还没有我们的县城大 但却拥有九万平方公里的无敌海景 郑和夏西洋曾路过这里 它就是对中国免签的友好国家 马尔代夫 受人追捧的日本韩国 在我们脖子上挂牌子 马尔代夫却为中国游客 献上最高礼仪水门礼 旅游部长都亲自接机 来这里旅游 你会发现整个国家最不缺的就是海景房 除了沙滩就是海滩 放羊种庄稼 不存在的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早上起床 服务员已经把早餐喂到你的嘴边 这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 夏季和大约在夏季 虽然整个国家男人多女人少 但不管你讲什么样 只要你打算结婚 没有娶不上老婆的 不过四个老婆是上限不能再多了 但这离婚率就有点高了 30岁之前的女生 基本都离了三次婚 马尔代夫平均海拔1.2米 去旅游都会被称作末日游 因为说不好哪天 整个国家就被海水给吞了 这里的水屋是所有人向往的生活 坐上小滑梯可以直接送你出门下海游泳 你在前边游着 魔鬼鱼就在你屁股后边跟着 不过别怕 它不咬人 但是有个严重的问题 你在房子下边游泳 要是刚有人上完厕所 冲完马桶 这污水要往哪排呢 这里还有我们中国修的中马友谊大桥 是马尔代夫第一座现代化桥梁 也是世界首座无遮掩环境 及珊瑚礁地质上建造的跨海大桥 不得不说中国基建走天下 真的太牛了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你知道中国最浪漫的旅游海岛是哪里吗 既不是海南岛也不是台湾岛 而是中国唯一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海岛 厦门古浪雨 飞飞特意打了一个飞滴 带大家去一趟古浪雨 告诉大家古浪雨到底该怎么玩 如果以后你准备去古浪雨 这条视频记得先点赞收藏转发 关注罗飞飞 我们一起出发 外地来的游客朋友 一定要提前在网上订船票 从东渡国际游轮中心下谷码头 乘船前往古浪雨三秋田码头 整个古浪雨除了消防车和警车 只有警区的环岛电瓶车 所有景点基本只能靠步行 所以游远即进参观是最省时省力的 为了给大家节约时间 第一站推荐古浪雨的日光岩 然后沿着日光岩一站一站往回参观 刚好最后一站就是你返程的码头 三秋田码头 这里就是古浪雨最高的地方日光岩 海拔9270个厘米 古浪雨虽然说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中国五威景区 但是古浪雨不需要大门票 小景点自愿选择 在日光岩上可以看到中国台湾 这里就是金门岛了 金门岛在过去的东边就是中国台湾 这一片海域叫厦门海峡 左下角有一个庄园 那里是台湾首富林尔嘉先生建的海景别墅 登上古浪雨的最高处 可以俯瞰整个古浪雨的全景 红瓦白墙有很多别墅的地方 是古浪雨中华路的片区 也是整个古浪雨别墅最密集的地方 没错 码头边上有个岛是不是像一个巨大的鳄鱼 鳄鱼的后边就是厦门的海昌区 古浪雨沙滩是每个游客必不可少的地方 运气好还能看到超美的蓝眼泪 虽然古浪雨所有的沙滩全部都是免费开放 不需要花一分钱 但是飞飞还是温馨提醒 一定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下海游泳 真的很危险 张州路一定要来 因为一路走下去全是名人 边上这栋是菲律宾的首富李清泉 在一百年前古浪雨岛上修建的别墅 是不是特别大气 如果你不想爬古浪雨的日光沿 你可以去他们家的三楼 在楼顶上能够看到半个古浪雨的全景 我们的钟南山院士小时候也在这里生活 张州路64号是钟南山院士的外婆家 这栋别墅虽然说很低调 但是它很有内涵 因为据说出了七个博士 两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向前走就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 据说在1846年 这个足球场就已经存在了 现在都还有人在踢球 足球场的背后是中国第一别墅 据说价值百亿 里面一个楼梯就耗资20万大洋 他的主人是中国第一首富黄义柱先生 据说以前只是一个剪头发的托尼老师 后来改行了卖糖 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当时最有钱的人 如果你带孩子去古浪雨 全州路一定要去打卡 因为整条街都是科学家 这栋百年别墅 他的主人叫黄真祥 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一生当中做了两项巨大的发明 一是麻疹疫苗 另一个是疑心脑烟疫苗 前面还有一个更牛的 他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化学家 卢家锡教授 他以前就住在这栋房子的三楼 整个越南的首富也在这里住过 他的名字叫黄中逊 他的父亲以前在厦门卖豆腐 后来到了越南去创业 做了一件好事 救了一个法国人 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了越南的首富 这只是他其中一栋别墅 他们家在整个古浪鱼有50栋别墅 哪怕你一天住一间 也要两个月才能住一个轮回 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足 其实还有很多免费景点都值得去 比如说古浪鱼历史文化陈列馆 郑城公纪念馆 还有林巧之纪念园 汇丰银行公馆的旧址 通通都免费 这个景点就是古浪鱼的网红打卡点 叫做最美转角 每天都有很多帅哥美女来打卡 反正我从来没有发现他到底美在哪儿 你们觉得美吗 边上就是初岛的三丘田码头 这条路线走下来特别轻松 而且不走任何的回头路 关注罗飞飞 带你游世界 中国唯一一个长江黄河干流的流金的省 您知道是哪里吗 面积比日本加韩国还要大 人口堪比整个德国 不仅是中国旅游第一大省 还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五种地貌的省份 它就是世界泡菜文化的发源地 四川 都说四川男人怕老婆 但是流行怕耳朵的四川 却有很多让中国人骄傲的地方 全世界每50个人 就有1.5个人会说四川话 上海家庭每五盏灯里 就有一盏是四川点亮的 省会成都是亚洲第一个 被联合国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的城市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诞生的时候 欧洲人还在玩石头 四川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 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既有万里长江定一城宜宾 也由九曲黄河第一弯若尔盖 号称千河之省 最高山贡嘎山的高度 相当于四个黄山 五个泰山 在四川几乎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的人都会打麻将 这里是中国九文化之乡 也是中国四大菜系川菜的发源地 四川除了有中国四大佛教民山 峨眉山 中国四大道教民山 清晨山 中国现存最大的磨牙石刻 乐山大佛之外 还有很多世界之最 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完整的 熊猫栖息地 卧龙 世界水井之最 九寨沟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钙化彩池群 黄龙 世界上年代最求远的 水利功臣 都江燕 世界上最早的纸壁 焦子 虽然说四川人像熊猫一样懒 能躺着绝不坐着 但是国家有难 四川会奋不顾身 勇往之前 当年三百五十万川军将士 义无反顾的出川抗日 年龄最小的不到十岁 六十五万人血洒江场 每上亡五个人 就有一个是川军 放我河山虽远必诛 这样的四川 您就说牛不牛吧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中国最值得旅游的 十大五围景区 走过一遍此生无憾 看看您去过几个 一 看海水沙滩 无知周岛 踏海浪 晒太阳 每一秒都是风景 二 看祖国山水 黎江 打卡二十元背景 逐发漂流 赏百里画廊 三 世界七大奇迹 八大岭长城 看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造工程 四 看长江峡谷 三峡人家 赏美景如画 体验土家族文化 五 看江南水乡 乌镇 走走泛着青台的时间 梦回烟雨红尘 六 世界文化遗产 古浪雨 探索神秘的巷子 没有目的的浪费时间 七 看宏伟宫殿 故宫博物院 一夜梦回紫禁城 八 中国最大的火山湖 长白山天池 火山温泉 雪域漂流 体验朝鲜族文化 九 看彩色湖泊 九寨沟 闯入梦幻的童话世界 十 看中华名山 泰山 在天下第一山 赏中国人的旭日东山 中国被黑得最惨的省份 您知道是哪里吗 都说这里穷人多 素质低 跟他沾边的 你基本上听不到好话 甚至你只要在网上随便一搜 偷井盖 结果自动匹配 河南 但你可能不知道 河南对中国的贡献巨大 现在的河南比很多国家都要牛 中国一词最早就来自于河南 中国80%的姓氏来自于河南 龙的形象 24节气 全世界正在使用的汉文字都来自于河南 中国八大古都 洛阳 开封 安阳 郑州 四个都在河南 四大发明中的火药 指南针 造纸树 有三个在河南 像我们熟知的老子 白居域 李桑尹 刘玉熙都来自于河南 这里有曾经世界第一大城市 开封 世界第八大袭击 红旗渠 世界上最大最重青铜器 私木物顶 世界上最大的金属基地 贺壁 世界上最显要的公路 郭亮村挂壁公路 这里有中国第一个都城 安阳殷墟 中国道教第一宫 太清宫 中国最早的长城 楚长城 天下第一名刹 少林寺 中国石窟之首 龙门石窟 这里还有2023年 中国唯一上榜的最佳旅行地 洛阳 中华人文始祖 轩辕皇帝出生地 郑州 中国太极权发源地 焦作 中国电池工业之都 新乡 中国三商文化的发源地 商丘 都说河南穷 然而几千万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河南农民 一年产的粮食 可以养活全国3.8亿人 全国二分之一的火腿肠 三分之一的泡面 四分之一的馒头 五分之三的汤圆 十分之七的水饺 都来自这里 河南人放弃工业 扛起锄头 做出巨大牺牲 为的却是让全国人民 都能吃饱饭 可以说几乎每个中国人 吃的粮食 都流着河南人的汗水 这样的河南 您就说牛不牛吧 关注罗飞飞 阻不出户油世界 中国最良心的景区 里面吃一顿饭 只要两块钱 住一个晚上 只要25块钱 当其他景区年年涨价的时候 贵为5A级景区的他 却一直降价 从开放参观到2017年 30年来 门票只要5块钱 从来没涨过价 2017年后到现在 直接免费参观 他就是被日本 韩国天台宗奉为祖庭的 天台国庆寺 这里每年都会有很多 日本韩国僧众 三不九寇 前来朝拜 以示恭敬 很多人会说 免费的景区没意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它是一座拥有 14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叉 中国佛教宗派 天台宗的发源地 与济南灵延寺 南京七霞寺 丹阳玉泉寺 并称中国寺院寺绝 你去参观其他寺庙 门口都会有很多香火店 但是在这里 几乎没有人在揽客 和售卖香火 出家师傅和当地老百姓一样 仍然保留着 自己耕作 自给自足的习惯 1400年历史的隋塔 屹立不倒 两尊汉白玉狮子 大雄宝殿前的铜香炉 都是故宫博物院里 搬来的宝贝 尽管国庆寺 不像有的景点 富丽堂皇 然而你却能在这里 见识到真正的 佛门清静地 隋代高三 亲手种下的隋梅 是中国最古老的 三大梅树之一 曾经濒临死亡 差点成为枯木 由于它历史非常久远 当时师傅没有忍心砍掉 坚持两年后 这棵隋梅却 奇迹般地复活了 何况是一棵树 我们每个人 都会经历困难和低谷 但只要我们 像这棵梅树一样 抬头向前 终会变得更加强大 您说对吗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世界上最宽敞的国家 您知道是哪里吗 野兔数量 居然比世界总人口还多 蔬菜贵到吃不起 牛奶却比水便宜 国土面积是中国的80% 但整个国家人口 只和上海一样多 方圆7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居然连高铁都没有 它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独占一块大陆的神奇国家 澳大利亚 在这里坐飞机 就像坐长土汽车 除了不让开窗户 果汁饮料矿泉水 甚至是打火机 都可以带上飞机 如果你忘了带身份证 那也没关系 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吃国宝的国家 每年猎虾袋鼠高达数百万只 而且将成敦的袋鼠肉 送到超市 供大家品尝 可以说袋鼠是世界上 混得最惨的国宝 要是我们中国的大熊猫知道了 估计做梦都得笑醒 南半球过圣诞节 是在炎热的夏天 而圣诞老人却穿着大棉袄 虽然澳大利亚到处都是草 但是所有草坪 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 因为草长高了 也要被罚款 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什么动物来了这里都会泛滥成灾 澳大利亚一共才2600万人 但野猪袋鼠绵羊都比人多 虽然在这里没有汽车 你将寸步难行 但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开车 我们在国内开车是靠右行驶 但在澳大利亚开车是靠左行驶 这个动作慢得想哭的动物就是考拉 他们一天能睡18个小时 晚上睡 白天也睡 除了吃就是睡 啥活也不干 你要是找个老公 可千万别找个像烤拉的 如果你有机会去旅游 你是想尝尝他们的国宝 还是想用牛奶去冲冲厕所呢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中国最适合穷牛的五大城市 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景 建议先收藏肯定用得上 一 青岛 三天两晚 人均600 海鲜又便宜又新鲜 去海鲜市场挑完就加工 超级美味 人均100就能住上海景房 青岛最美的景点都集中在海岸线 战桥八大关 门票不超50 二 重庆 三天两晚 人均800 大部分景点都免费 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 住宿选择解放碑 两块钱就能体验穿楼而过的轻轨 人均200就能住上江景房 吃火锅不要去网红店 巷子里的便宜还好吃 三 长沙 三天两晚 人均1000 景点基本都免费 住宿选择五一广场附近 火爆全网的茶烟月色 一定要喝 臭豆腐 猪肉拌粉 小龙虾 鸭掌筋 超多美食 爱吃辣的朋友到长沙 简直太幸福了 四 西安 三天两晚 人均1000 住宿建议选择钟楼附近 去哪都方便 来了西安就是吃货的天堂 这些小吃都是必吃的 景点更不用多说 记得晚上要拍西安夜景 比白天更容易出片 我 成都 预算500到1000 穷游首选地 遍地都是美食 处处都是美景 看精彩的川剧变脸 和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合影 关注罗非非 带你走遍最美中国 每个月最适合去哪里旅游 你知道吗 这份攻略一定要收藏 肯定用得上 一月份去哈尔滨 这个时候刚好能遇到它最美的样子 看一看索菲亚大教堂 初来就是著名的中央大街 二月去海南岛 在寒冷的冬天 感受阳光沙滩 椰树海鲜 二月份的海南 依然为你保留着暖意 三月下江南 在烟雨朦胧中 走一走青石板路 感受小桥流水 四月去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 乘一艘祖法 泛舟游壶 赏十里画廊 十分惬意 五月去云南 苍山雪 尔海月 在大理丽江 邂逅一段属于你的风花雪月 来这里享受慢生活 再适合不过了 六月去张家界 在这里你可以呼吸到纯净的空气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 进入夏天的准备 不如来这个天然痒疤 躲一躲 七月去青海 盛夏的青海湖 油菜花 在纯粹的蓝天白云下 仿佛置身梦幻先进 八月去湖北恩师 达卡仙本纳同款 平山峡谷 住一住地心谷的悬崖玻璃房 是剩下避暑的最佳选择 九月去新疆 品葡萄美酒 吃甘甜瓜果 尝肥美牛羊 湛蓝的湖水 配上绝美的雪山 这时候是新疆最美的样子 十月去敦煌 达卡世界遗产 敦煌莫高窟 漫步明沙山 欣赏月牙泉 仿佛穿越回丝绸之路 十一月去九寨沟 万物凋零的季节 九寨沟依然美得像个童话世界 十二月去长白山 据说看过天池的人 都会幸运一整年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有多大 说出来你可能会被吓一跳 占全世界总面积的九分之一 相当于两个美国 24个法国 48个德国 70个英国的面积 东西跨度9000公里 坐飞机要飞10个小时 宽度4000公里 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南北跨度 它就是中国和北欧 仅有一国之隔的俄罗斯 横跨欧亚两个大陆 绝大部分的领土在亚洲 却是一个欧洲国家 这么大的面积 人口却只有1.46亿 和我们广东省的人口差不多 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9个人 你以为俄罗斯地广人稀没什么看的 但真实的俄罗斯 美景可以媲美瑞士 极光不输芬兰 教堂不输意大利 宫殿不输法国 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贝加尔湖 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 福尔加河 亚洲第一大平原 西伯利亚平原 都在这里 他们的猎疤不仅能吃 还可以用来磨刀 被称作战斗民族 雄见了都要跑 常常因为过于飙悍而罢贫热搜 虽然人少 但艺术造诣极高 文学有普希金 契克夫 托尔斯泰 音乐有采可夫斯基 舞蹈有芭蕾舞剧 天鹅湖 教堂有数不尽的洋葱头 宫殿有东宫和叶卡捷琳纳宫 就连建个地铁 他们都能给你整出欧洲皇宫的感觉 不仅有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站 而且建得比博物馆还美 200多个地铁站 你甚至找不到重样的 难免让人有种错觉 这是我花几块钱就能来的地方吗 同样是坐地铁 你是在赶时间 俄罗斯人却在逛宫殿 我们的外卖叫饿了吗 俄罗斯的外卖叫饿死了吗 管你饿不饿 反正我累了就要休息 钢铁的外表 同样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您最想和谁一起去旅游呢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中国未来有五个超级工程 将领先全球 最后一个被外国人公认为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第一奇迹工程 看看您知道几个 第一 中国天宫空间站 总投入400亿 2024年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后 中国将成为世界唯一一个 拥有载轨运行空间站的国家 我们不仅将正式成为航天强国 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神话 照尽现实 第二 中楼高铁 骑士地从中国北京出发 西至德国柏林 途中穿越整个俄罗斯 这条高铁工程跨越了欧亚大陆 总长度堪称铁路界的万里长城 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铁路工程 第三 穷州海峡跨海隧道 跨越了穷州海峡 连接广州和海南 这条海底隧道一旦开通 将迅速带动海南经济发展 使得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系 更加紧密 第四 墨托水电站总落差2400米 相当于800层都那么高 堪称世界之最 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是2250万千瓦 而墨托水电站的数据是6000万千瓦 所以它的年发电量是长江三峡的两倍还多 能照亮大半个中国 第五 藏水入江洪旗河工程 预计总投入4万亿 将西藏地区雅鲁藏布江的水 引入新疆地区 整个工程全长6188公里 建成后北方将形成20万平方公里的绿洲 连总吊水量将达到600亿立方米 也将彻底解决西北的缺水问题 西方专家无数次嘲笑我们 却被无数次打脸的同时 中国已经成为精通海陆空全面建设的超级大国 让我们一起为伟大的祖国点个赞吧 关注罗佩佩 带你看不一样的世界